拒倒盲犬入庭 法官乱叫就 轰出去 法官还讲说 那如果他待会有影响 影响法庭的情况 我就把他轰出去 盲包拒倒盲犬应受歧视告官 没想到上法庭也招法官歧视 26岁的市长者邱文生 昨天向苹果投诉 痛批板桥地院法官谢伟本 不懂法律也不尊重弱势 今年6月 邱文生带着导盲犬Jerney 搬入富华时尚会馆 原本管委会公告 不准中大型犬从大厅出入 他搬出身心障碍者权益保护法 才争取让导盲犬可由大厅出入 没想到7月 管委会又在货梯公告 说他违反公共卫生等规定 邱文生份额控告对方妨害名誉 并求偿5万元 邱先生为此到板桥地院开庭时 法官却禁止导盲犬进入法庭 法官说狗不要进来啦 在外面就好了 因为绑在外面就可以了 人进来就好了 狗狗不会影响平常 那他跟主人是一体的 所以他实际是得跟着 当事人一起进来 法官有用一种 这种口气啊 他说事实上是这样吗 感觉有点轻私 或者是比较轻挑笔夷的那种感觉 身为一个法官 居然带头违法 法官一开始还没入庭 我当然没救助 在这些情况我就想说 基本上应该是 没有什么希望 最后法官静还说 不和解 我想你们也知道我会怎么判 邱文生担心败诉后 还要负担对方诉讼费 只好无奈和解 他把遭遇贴上部落格 连网友都大骂 明远珠永远不知道 盲眼人的痛苦 侏罗纪空园里的东西 跑出来上法院 板桥地院对此回应会虚心检讨 邱文生说 是导盲犬让他活得更有尊严 其实如果能够认识导盲犬 你们会发现就是 其实他这么乖 那他这么为主人尽心尽力 08年的时候 为了我挡车子自己受伤 盲人歌手萧黄奇 透过经纪人也表示 导盲犬是盲人的眼睛 管委会与法官怎会这样 太不可思议了 洞新闻新北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